好 準備開台 請各位等一下 今天帶各位去日本看一下他們的哈B秀 OK 來 聲音沒問題吧 這次展覽上面其實沒有新的消息 但是可以看到一些食品的東西 那包括在過幾個月的一些官方商品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海洋鞍 再講一下這個靜岡 靜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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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B秀 這一個 照片之前呢 大概跟大家 說一下 這大概是什麼活動 靜岡 靜岡 哈B秀 2019年 他已經辦了58屆 所以這算是一個非常老牌的活動 那他時間是在今天 就是水 石油比是禮拜三 5月8號的9點到6點 這個是招待那個國中小 漢字我不特別講了 台灣人看得懂 OK 那如果你們是 使用英文的話 就不好意思 當然他這邊是有那個 英文的 可以把它翻英文 你們興趣的話 可以在點擊下面的連結 我再把它放上去 這個活動 會到禮拜日 所以還蠻久的 大概會是 8 9 10 11 12 總共有5天 5天的時間 如果說你們剛好在日本 那靜岡的話呢 其實 以他們的 地點來說 我是覺得有點 模擬兩可啦 等一下再講 關於玩具方面 那些事情啊 除了變成金剛之外 那當然還有比較大眾的 像是鋼彈 然後 還有其他 IP 那入場的費用是 1000 欸等一下 他有寫入場券嗎 我不太清楚 他入場的 細節是 多少 費用是多少 他沒寫 好像是 不用錢了 可能是在假日的時候吧 然後他這幾天是 算招待 海安 好 那靜岡的話呢 其實 我相信 比較常去日本的朋友 應該知道靜岡在哪裡 多少都聽過 齁 在 呃 明古屋的 右手邊 其實有一點 尷尬齁 因為如果說你 比較常去東京的話 其實你坐車 他這個距離大概也要 一個多小時吧 那或者是說你在 大阪的話 因為我之前是住大阪嗎 那大阪 你要跑到那個 明古屋基本上 也要做 他們的 心幹線 他們有分 JR 或者是 海安 JR 或者那個 一個 屍鐵叫什麼 我忘記了 反正他們日本最大 最大的 國營是JR線 你們可以做JR到明古屋 但是他在靜岡的關係 所以你還要再做一大段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朋友 你好啊 靜岡 大家有沒有去過呢 他其實離富士山還蠻近的 雖然說近 但實際說真的 我比較常 我比較推薦的是 你們去東京 那天氣好的話 是可以看到富士山 那這一邊 神愛穿線 再下來 我是以東京這邊看 靜岡的話呢 其實頗遠 所以大家如果有要關注這個活動的話 其實 靜岡 我是不太清楚 因為我沒有去過 OK 上面 就這個地方 一個展覽場 大家有興趣 可以大概知道一下 它的地位置 當然我比較推薦的是 你們就乾脆去東京啦 不見得說一定要去 看這個展覽 跑到靜岡 靜岡我其實不太知道 哪邊可以逛 所以我也沒辦法推薦 然後再講一下這個 哈比秀裡面的一些 新的照片 比較特別的是說 這一次的MP46 這個是 Black Widow 黑寡婦 出自於 Beast War 的系列 其實這一次MP系列 已經開始導入一些 野獸戰爭的角色了 然後再加上說這一款啊 算是非常少見的女性角色啊 我很推薦 然後再加上說這一次呢 他們是公布了 上色件 已經是上色了 我只能說百分之百還原啦 這個是非常非常的期待 我很期待這一款 但是呢 它要出 它這個其實寫滿清楚的 今年的秋天 秋天大概什麼時候 9月吧 9月多的時候 有台場的鋼彈廣 真的假的啊 靜鋼那邊有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沒有去過啊 這一款的話呢 你們再期待一下吧 如果說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會跟MPM的蜜卡燈 差不多時間 然後再來是 即將推出了吧 這一款是 微城系列的銀河科 這一支的話呢 其實已經還蠻多朋友 有看過那個影片了 所以就不特別講 今天是改模 是今年秋天 因為說真的 雖然說現在台北還蠻冷的啊 但已經是算夏天了 你知道嗎 所以 大概6月的時候啊 現在6、7月的時候 就已經差不多上市了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然後另外的話呢 是 Sunders Cracker 通天雷啊 這一支的話 雷公 這一支的話 是屬於 異色 異色版 那 頭方面應該是沒有改啊 但是這一款的模具 我很推薦 你有沒有興趣可以考慮一下 是之後的商品 然後再來也是 SX系列 這個 也算是今年的 倒數第二款吧 我相信之前大家都已經有收到 那個 Rampage 就是旁邊這款紅色的 然後另外一款是 那個 挖土機 Great Metal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款 這一款也是快出貨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但是我個人是更推薦的是這支 Longho 也是將來 要出的 是今年夏天 也是秋天吧 其實這個圖片 網路上有更清楚的圖片啊 你們可以再去找一下 應該是夏季 所以 也是六七月的時候就會出了 這一款 我非常非常期待啊 非常還原的一款 那可動方面其實 我印象中是還不錯 然後再來 也是 蠻多人會關注的一款 是今年秋天會出的 應該是秋天吧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秋天跟夏天啊 所以都是 六月至八月左右 會出的這一款 這一支是 編號 應該是日版了吧 日版的話是三個幾號啊 我覺得好像是 X40幾 我有點忘記了 那這一款是 L級 雖然說它的本體是V級 這個部分我就不再追溯了 為什麼它有差別 就是為了它的貨櫃啊 之前也算過 這個貨櫃如果單賣的話 其實價值稍微一千多塊 所以這一款 是不是值得收呢 我其實沒有非常推薦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收過啦 那它唯一 比較不同的地方就是說 它會附一個 腹肌的 零件 但是這個是可以拆的 之後也有機會是 有一些KO場上會把它 拿來翻 所以這一個東西 其實我覺得到 還好欸 是真的還好 但 嘖 還是要守啊 但我個人是比較推薦你們就是 過一段時間再守 這一支應該不會 買不到啊 因為有幾個玩具 它的價格通常 會偏高啊 所以 第一時間收的玩家 會比較像是 很早之前入坑了 那後續的一些玩家 會開始慢慢在收 等它後面的 貨量足了以後呢 大概都會想個八折七折左右 我個人是蠻推薦的 前端沒什麼好輪胎 這應該是沒有變好 應該是沒有變好 可是呢 你仔細看一下 它這邊是空的啊 所以我覺得 有可能就是 它本身設定上 設計上有問題 是假的 然後再來是 MPM系列 第九號的密卡燈 不是 第八號的密卡燈 這一支 是表定九月 這個也沒什麼好說的 就等起來 在S系列的 比較特別的一款 是把之前的散彈球 拿來改模的 甩尾 這個是 還原它 技術中的 實驗性態 這一款我滿期待的 那 它發售的日期 應該也快進了吧 其實 大部分的東西 都是 近期發售啊 只要五月過後之後呢 其實應該大部分 會不會慢慢 陸續上架 所以大概不會等太久 這一款 是散彈球的 車型 那當然它是 不是只有單變 它是 就是變車跟變人 它沒有辦法 還原那個 電影裡面的 三變金剛 比較可惜 好 但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還是覺得 也可以搜搜看 那如果說真的要等到 三變金剛的話呢 可能還要等 Toyward 他們製作出的 三變金剛 特別是這個角色 反彈球 或是粉碎啊 還有之後的 那個 甩尾 也都是官方 比較不足的東西 之後第三方 會給它補齊 我們就等起來吧 這個是 36的 剛才講的 反彈球 當然這個編號 是日版編號 所以 它跟我們收 我們台灣收的 美版會比較 不一樣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今年夏天會發售 所以這一款 應該是下一波 好 然後再來是 也是圍城 但這一隻 就是 就改模 好 這個模式倒還好 這是Barrick 判官 然後另外 補充 那個 以上的照片 是金剛 哈比秀 我相信這幾天 應該都會有新的東西 如果說帶我興趣的話呢 可以去 日本玩的時候 大概去 沾一下醬油 大概會有五天的時間 你們可以考慮一下 然後補充這個 我是今天在 粉絲粉絲上看到的 一個叫做 Uncle Lian 直翻的話是梁叔叔 這應該是 某位 變金剛愛好者的 作品吧 當然這個 他的粉絲團呢 我一樣會放在下方 大家如果想要看的話 可以再詳細看一下他的照片 他這一款的變金剛比較特別 就是說他是拿舊的東西 然後去給他做拼裝 更特別的是說 他並不是車型賽局 他直接變成大黃蜂 MPM是不是都TAKATOMI啊 沒有看過MP跟HOTOS HEDSBURG 除了MPM 這個東西其實是 老玩家比較了解啦 其實TAKATOMI 其實大部分都是我們常講的日版 日版玩具 最大的特色就是說 他的盒子上面會有TAKATOMI的標誌 那如果說是HEDSBURG的話呢 是屬於美版 他們總公司是在美國那一邊 其實算他們通路啦 那HEDSBURG的東西其實也是算日本通路 但是他們其實都是 一開始是大陸生產 然後現在是越南生產 所以他們生產地是沒有什麼變 但是他們使用的交流會有點不同 那現在的話為什麼我們有點分不出來 是因為MPM或是說之後的玩具啊 他們沒版日版 其實不太分了 你們也可以注意到說TAKATOMI下面就是放個孩子寶 所以應該是他們產線有整合 所以現在已經是沒有在分TAKATOMI或HEDSBURG 只是少數有幾隻玩具啊 他們還是會有日版美版的差別啦 這個部分的話你們可能要找一下 有沒有朋友分享影片 只能一隻一隻擺 去看他的差異 所以通常來說 我是推薦你們如果是在台灣的話 就是買HEDSBURG 美版的 因為已經沒什麼差別了 那如果是在日本的玩家呢 你們就買日版 日版的話 他的品質照理講說也比較好 OK 好 MPM還是 我也是越南產 越南 有一段時間是越南 然後之後又有一段時間是中國產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不敢肯定 我不敢肯定 OK 那這一款的話呢 其實如果你們之前有收過大黃蜂 或者說其他角色的話 你會發現他有一些零件 很眼熟啊 那我就大概講一下 就我這邊看到的就是他採用的 呃 大黃蜂的話呢 頭部應該是比較新的 SA系列 要不然就是變金剛3裡面的 好 這 頭型的話應該很難分別啦 但是他的胸甲 我們以外應該是變金剛5裡面的 Chevy車型 好 那這個東西呢 應該是用 嘖 這個我有點分不出來 我還蠻希望說他可以分享一下 這個應該是DMK的角啊 我印象中是DMK的角 可能是前端 然後後面的話呢 他是用 同樣的就是變金剛5的車款 所以這一款其實有點像是 他買了非常多殺戮箭吧 我個人這樣猜 然後竟然說他這個 呃 放這個水鑽啊 其實放的很有技巧耶 他變成那個 大黃蜂以後啊 其實意外的好看 我是覺得還蠻好看的 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關注一下他的粉絲團 那這一隻的話 比較可惜的就是說 因為他是屬於純手工的玩具啊 所以他 呃 是盡最大程度去做還原 但本身來說這是比較像是同文作品 他也沒有還原的問題 因為他就做一個大黃蜂的樣子 所以 人型方面呢 其實以官方來說 這個背面其實是不及格啊 但如果說是手工的話 我覺得這個相當不簡單 然後另外的話 他的觸角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眼熟啊 這是變金剛4那個掃射的 翼龍 翼龍後面的兩條尾巴 他其實用得相當好啊 是說真的非常有創意啊 那當然這個東西的話呢 如果說你們本身有興趣 其實也可以參考一下 大概知道一下他們玩具是怎麼分配的啊 但是他的變形形態呢 我是覺得他完全是開腦洞 所以有興趣的話 你們自己研究一下 但塗裝方面 我覺得他塗得也算不錯 看起來比較像是 噴漆吧 感覺是有點像噴漆的質感在 OK 媽媽是越南人啊 越南人 其實我之前在日本留學 其實還蠻多同學也是越南來 越南出生的啊 你知道越南朋友非常的熱情 你知道嗎 就是 特別是那個 越南料理 你知道嗎 我發現啊 是跟 泰式有點像 但是整體的口味跟台灣又有點類似 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們去越南 務必吃一下他們的 他們有一道料理還蠻特別的 其實有點像是 糖醋魚啊 或者是那個 春捲 其實台灣都吃得到 只是他們的 做法會 比較特別 他們也會放那個什麼 有點像回香的 東西 其實有點酸 可是又跟泰式的比較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 以台灣人的胃口來說 你們口味來說 其實去日本 遇到 越南朋友的話 其實你們也可以 跟他聊個天之類的 OK 雖然說越南朋友的口音 其實有時候 有時候 也是有點 特色啦 感覺他們 念日文很像在念 那個 越南話 有點像 沒辦法 這個是 發音習慣 發音習慣 因為越南 越南發音其實偏短 然後雖然說 日文發音 他有長音 跟觸音嘛 但是 其實你剛開始 聽那個 初學者啊 就是越南朋友 在一開始 學日文的時候 你發現說 他其實很多音 都是變觸音 所以要稍微 聽仔細 但是其實 到後面發現說 越南人的優勢 就是真的 苦幹型的啊 當然我是覺得這個部分 身為台灣人來說 非常的幸運 因為我們有漢字 越南朋友 沒有漢字 這個是 天差地別 海安 所以我是覺得 如果你們身邊 有越南朋友的話 好好珍惜一下 他們真的是非常好客啊 海安 好 以上 大概這樣子 這是 靜岡 哈比秀 這個 靜岡 的 玩具斬 嚴格上講起來 應該是 魔形斬啊 它裡面是 有變靜岡的攤位 如果說你們有在 你們這段期間 有在靜岡的話 可以去 順路 去 沾一下醬油 我會再把連結丟在下方 那 後面提到這個 大王蜂 是屬於 手工的 所以這不是 第三方 也不是量產商品 所以呢 大家看看就好 我同樣會把作者的 連結 臉書的連結 放在下面 這個是來自於 Uncle亮 應該是中國人吧 因為這個 中文譯名是 梁叔叔 OK 如果講錯的話 再麻煩大家補充一下 幫忙跟讚 那這樣 還有什麼問題嗎 其實這次的新聞 沒什麼 很新的消息啦 只是大部分是屬於 後續 即將上架 沒有說非常的久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等起來 應該也不會太花時間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好啦 還有什麼問題嗎 我看一下 嗯 Beast War 大黃蜂應該很帥 其實 大黃蜂其實沒有在 Beast War系列出現 Beast War 其實大概 你說那個 黃蜂嘛 是不是 狐蜂 如果說是大黃蜂的話 其實比較不是 是屬於 強大獸裡面的 那如果說是 Beast War裡面的話 變成是掠奪獸的狐蜂 但是我們中文翻譯 也是翻蒼蠅 蒼蠅啊 是翻得很有特色 而且 的確它在裡面的戲份 也很像蒼蠅 越南人發音 很像越南話 這個其實 如果是外國人在學 第二外文 或是說 第三外文 其實通常都會有一些母音 母語 母語用發音的習慣 然後去 去講他的 第二外文 其實說真的 不是太大問題啊 不是太大問題 如果說你們 真的是去學個 外文的話 你會發現說 其實最主要還是 你敢不敢講 然後 像不像那其次 因為其實 有可以學到非常像 當地人的 發音 但是說真的 還是聽得出來 不管你學得再像 你本身就不是母語的話 其實 很難去學 很難去學說 百分之百 發音到非常像 但如果說 你真的花時間學的話 還是有機會 接近日本的發音 但是越南朋友在學的時候 本身就 不是很吃香 因為他們發音都非常急促啊 很短 那台灣人在學 日文的話 其實我發現台灣人 也有非常特殊的口音啊 我本身也有 我本身也有 就是像那個 他們的音調 日文的話 是上下兩音 可是你們知道中文的話 是四音 那我們大部分都是 就是 我們都習慣是下 最後一聲都是變四音 其實 日本人比較少這樣講 他們說 就是 不合啊 之類的 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就是你們要自己 學學看 自己去體驗一下 我這邊就不分享 那 Bumblebee 我剛剛 Light Light Swipe 對啊 就我剛才講那個 火風啊 黃色 黃色跟黑色 那這個配色的話 你們自行 再 參考 因為這個 電影系列其實也用得非常妙 它是直接用大王公的配色啊 OK 好啦 差不多啦 這一次就大概說了一下 那個 金剛的魔形展 跟這個 不是大特 是那個 安科亮的這個作品 大家有興趣 可以自行挑戰 好啦 還有什麼問題嗎 那最後 日本的話呢 我這邊再 稍微提一下 因為他們這個地點 真的是非常 曖昧啊 至少啦 至少說 常去東京 跟大阪的朋友呢 你們會對 金剛會比較陌生 其實很正常 因為他在明谷屋 其實說真的啊 以中國 以日本人來說啊 其實 要嘛就是大阪 要嘛就是 東京啊 明谷屋本身 就有一點像 台中的感覺啊 那 不要說金剛啊 金剛其實 以台灣人來說 我覺得他有點像花蓮 我不是什麼 那個騎士的意思啊 就是說 他那個 那個 以觀光客會常去的地方來說 金剛其實並不是前幾名的地方 大部分都是東京 要不然是大阪 那你就大阪的話呢 其實你又很常會去京都 或是神戶啊 所以大阪基本上 非常的熱 要嘛就是你們去東京 去那個 群馬縣啊 奇遇縣 神奈川之類的 就帶這個周邊 但是偏偏金剛 又有一段距離啊 所以呢可能 坐車方面 可能要 分配一下時間 如果說你們真的 專程要去金剛的話 你們坐飛機到東京 以後呢 大概要 算一下他的距離 因為東京旁邊是 有一個 有兩個機場嘛 機場方面我已經忘記了 成田機場在這 在右邊 然後 還有那個 欸還有一個機場在拿 比較遠的啊 OK 我本身不熟 不熟 就 什麼 沖繩台灣人很多 不要說沖繩啊 其實沖繩 沖繩其實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啊 這其實 離台灣超近的 有沒有 Naha Naba 跟這個 沖繩 其實沖繩我沒去過啊 但是坐飛機大概多小時 所以我還蠻推薦的 但是他們日文的話呢 其實嚴格上講起來 是別種 語言啦 如果說是以他們的方言來說 那當然也有所謂的 那個 標準語 應該是通用的 通用的 但是方言我聽不懂 我這邊聽不懂 但是呢 我個人還是蠻推薦的 我蠻推薦的 如果說你們有機會去日本的話 其實每一個地方都有特色 特別是 你們有 一點日文水平啊 其實不用高 大概就 N3左右吧 N3的話 你如果自學 大概半年就可以了 半年就可以了 真的 不騙你 真心不騙 就在半年大概可以衝到N3 如果說是 全日文環境的話 我當時應該是 兩個月吧 兩到三個月 其實N4 N3差不多 其實不難 真的不難 然後N2的話 原則上要 學個一年多 N1大概兩到三年 大概是這樣分配 所以呢 這個日文方面 就看你們個人的 能力水平 如果說你們有動力去學的話 其實 任何外文都學得非常快 學完之後就是你們的 你們這樣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到日本 自由旅行啦 好啦 什麼問題嗎 UT騎士科推薦嗎 推啊 當然推 我是今天買二版啦 因為一版其實有些瑕疵 二版他有改良過 那二版的話 價格方面也沒有比 比較貴 所以呢 我是推薦你們 如果要收UT騎士科博文的話 收二版 好 UT我 推薦 我非常推薦UT騎士科博文 OK 好的 這樣子 好了 那還有這個問題的話呢 再麻煩大家 留言 那我這邊講錯的部分 需要更正補充的話呢 也 幫忙 也 歡迎大家 留言幫忙更正 好啦 那就先這樣子囉 好 今天也 沒什麼好說了 好 之後的話呢 就等 新系列上架之後呢 我們再陸續 收下來的開張 不過大概是六月的時候吧 OK 然後 第三方的消息 其實目前 還在拖 所以我這邊 也不特別講 其實在講 也是那幾間而已 除了一些 新的第三方 如果說我這邊講錯 或是說我這邊沒有補充到的話呢 你們也可以幫忙 留言一下 之後我再整理再跟大家分享 好啦 不聊了 那就先這樣子都要祝各位 晚安了 掰掰